把肉粽解凍之後呢 放到鍋裡頭 慢慢加熱 越慢越好 慢慢加熱 然後呢 再把它打散 然後把料打散之後呢 再把這個蛋打在中間 中間我選用的是牛油 那個什麼油喔 黃色的一根棒棒四方形的 那叫奶油還牛油 反正就是一種黃色的油 然後呢 感覺還不錯喔 就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手法呢 把肉粽呢 重新再定義它的吃法 因為冷凍之後你要加熱嘛 反正要加熱我們就吃也吃膩了 那我們乾脆來給它搞怪一下 就是用這樣的 肉粽炒蛋 肉粽炒蛋呢 這樣是 其實應該還可以 好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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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好恰恰啦 就是 我喜歡吃恰恰的 就是有一點鍋巴 那感覺很好 肉粽你一定吃膩了 但是呢 透過這種乾煎的方式 小火乾煎 然後用那個牛油 然後刷一下鍋底 然後再把蛋丟進去 然後先煎過之後呢 再把它翻面 用翻鍋的方式翻面 哇 這個都是 肉粽之後重生的感覺 有一種鍋巴又帶有肉粽的香 欸 試試看喔 因為肉粽真的 每年都吃吃了五十年喔 其實 都是那個感覺 那我們換一個口味 換個手法 肉粽炒蛋 我們試試看 最後點綴點蔥花 啊 調味料都不要加喔 因為所有的肉粽 台灣的肉粽呢 都已經進過調味了 那這樣我會覺得 鹹度更失蹤 肉粽炒蛋 肉粽炒蛋 這口味還行嗎 告訴你 非常好吃啊